好的 首先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的两岸新闻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呈现走弱的态势 特别是26号 人民币对美元极其汇率跌幅一度逼近2%的跌停线 最终收于6.2542 创下去年12月5号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27号的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暴6.2435 上涨0.17%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三个月下跌 这种波动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紧张情绪 对此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美元指数大幅上涨是人民币汇率大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专家也指出 对于人民币的短期大跌不必惊恐 人民币的贬值是对长达8年人民币升值的修正 连续下跌的还有油价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 从27号0点开始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365元和350元 测算到零售价格90号汽油和0号柴油 每升分别降低0.27元和0.30元 这次是2014年7月以来连续第13次下调 汽柴油价格了 下调之后 全国大部分省市的93号汽油 北京的92号汽油 每升价格都回到了5元的时代 今天还有一则消息引起广泛的关注 就是张国立之子张默涉嫌溶流他人吸毒案 在北京开庭审理 法院当庭宣判 被告人张默构成荣流他人吸食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2014年7月29号 张默和另外两名友人因吸毒被警方查获 此前在2012年 他就因为吸毒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3天的处罚 是的 艺人涉毒案件也是再次引发全社会对于公众人物行为规范的讨论 具有广泛知名度的艺人涉毒会产生恶劣的影响 那希望艺人们都应该引以为戒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 金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商定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 定于1月29号在台北举行第7次例会 本次金合会例会将回顾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生效以来的执行情况 双方将就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合作 各自经济发展形势及经济政策等有关议题交换意见 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提出安排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台湾的政治人物纷纷送春联给支持者 马英九办公室最新公布了 马英九亲笔提写的阳年春联有红包带 除了在设计上力求巧思之外 还安排美女公务员帮忙代言 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今年印制了两种款式的春联 一个是可爱版一个是古典版 民进党前主席苏贞昌也走可爱风 把绵羊造型入入了春联的设计当中 看来这些政治人物为了讨民众的欢喜 可谓是绞尽脑汁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所掌握的资讯 请您